接下來跟各位介紹就是我們在地科會用到的 我八年級理化上課就教過 但是地科要拿來用的叫做本影跟半影 如果光不是一個點光源是有大小的 它的影子有兩種 一種叫本影一種叫做半影 什麼叫做本影 光線完全遮住叫做本影 什麼叫做半影 部分光線遮住 部分光線沒遮住 叫做半影 一個叫本影就是完全沒有光 半影就是有部分光到 部分光被擋住叫做半影 來這邊有一個紅色的非點光源 發出的光 發出的光 那麼這邊的光是可以 有的光是可以到的 這邊的光是要做 右邊的光到不了 右邊的光到不了 剛剛我們應該是漏掉一個 應該要先看這才對 來 這個叫做右邊的光到不了 這個叫做左邊的光到不了 把兩個疊起來 中間叫做所有光都到不了 右邊光不能到 左邊光不能到 中間那更不能到 所以叫做完全遮住 所以叫做完全遮住叫本影 然後旁邊這裡叫做左邊的光可以到 右邊的光遮住 部分光遮住 部分光到達叫做半影 另外一邊呢 叫做右邊的光可以到 左邊的光擋住 叫做部分光線遮住叫做半影 所以本影就是光線完全遮住 半影就是部分光線遮住 部分光線可以到 叫半影 我們在地科講日時跟月時的時候要拿出來用 你就給我先記 那麼光速 光速那個叫每秒30萬公里 但是你需要配上這個數字 未來我們要用到 好 三乘十的八字方每秒 三乘十的八字方公尺 這個數字是未來要用到 所以你要記下來 三乘十的八字方 每秒公尺 然後用11秒數 用11秒數 那光速非常的快 好 然後呢 因此 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這裡產生光 你等於是立刻看到 馬上看到中間沒有時間差 但是聲音要傳過來 聲音比較慢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閃電打雷的時候 先看到閃電才聽到雷聲 放煙火的時候 先看到煙火的那個閃耀的光芒 你才聽到爆炸的聲音 然後從這裡點 這個問題就是可以問你距離有多遠 好 看到閃電之後 聽兩秒鐘聽到了雷聲 請問你距離有多遠 那這些原因都是因為光速比幀數大很快的關係 不是一個 ok 然後呢 光在不同的介質速度會不一樣 光在不同的介質速度會不一樣 那我請你背下來 因為這個跟折射的定律有關係 合理有關係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波爐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波爐 這個在折射定律拿出來用 所以要記得就是太慢的視序 太慢的視序 ok 不同的介質速度不同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大於波爐 你要記住的事情 另外一個叫光年 光年就是光軸面的距離 就是重點 光軸面的距離 所以它是一個長度的單位 它是一個距離單位 多大? 9.46兆 大約9.5兆公里 我跟你說過了 這個數字從來沒有人考過 你不會背 背不起來沒有關係 從來沒有問過這個數字 你重點是它是一個長度的單位 它是一個距離的單位 光軸面的距離 是距離的單位長度 不是時間的單位 它是長度的單位 它是距離的單位 我們在測量宇宙的東西之間 天比天距離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用的是光影 光影比較長比較大 OK 然後這個就是考試考過的 我上課的時候給你舉過例子 跟你講過 新測中心用這一題 證明台灣學生讀史書史讀書讀書 這個寫法是 到現在為止都是參考出聲音鍵 常寫的 常考的討碼 知女心理我26光明代表什麼意思 光由知女心到我眼睛要花26年 表示我看見的是26年前的知女心 就是光年的意義 光走一年的距離 就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 基策也考過這一句 我們考過不止一次 我上課給你舉過例子 說明過 就是讓各位先了解一下光速 要背一下 每秒三乘十的八十方公尺 講一下光年 要知道 光年是光走一年的距離 是一個長度的單位 了解一下 本影跟半影的意思 OK 有人問大家嗎 沒有